这民与时为天呢 受到疫情影响 这菜价怎么样了呢 智阳市发展和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说4月9日 我是主要农副产品价格 运行仍然是稳中有降的 其中呢 粮油啊 其他肉类价格是平稳运行 猪肉价格微涨 鸡蛋蔬菜价格小幅下降 重点监测的20种蔬菜价格 14价4涨5平 目前全是17家大型电商和线上的保工企业集体发生 并且开展专项行动 向广大市民做出了承诺 相继推出了减费让利 辩民惠民多项措施 为沈阳市民提供充裕的农副产品 以及生活用品 不涨价不加价 确保功能力还有配送 达到应有的效率 除了保菜价呀 还要保生产 这沈阳市营商局设置企业复工复产专线 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 及时精准高效解决企业生产运行 项目审批交通运输 防疫物资等诉求问题 有力有序推荐企业复工复产 是啊 有需要的企业呢 只要拨打12345选8号键就可以了